刚刚早 冷静客观有温度 现在是北京时间1月11号的下午 已经收盘过了 上升指数跌了一个点 比特币大幅震荡 又是盘中震荡10% 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 但是在比特币里不算大 好了 我们这一集分两个部分 前面说一下 投资这个事情 或者说理财这个事情 可能不存在降维打击的事情 回应前面有位朋友的留言 还有第二部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了一份高净值人群 它的一些特点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 昨天星期天 昨天没跟 昨天大家不用找 昨天没更新 今天我们可以多跟两集 有朋友说 你说你这1万块钱投资 10万块钱投资 跟100万投资 包括几百万方向是不一样 但似乎每一个都不容易 比如一位朋友说 他说投资远方亲戚 他们家的小孩 我这几年都不回家了 是不是 小孩都不认识 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怎么去操作 比如还有朋友说 好像说你投资教育跟旅游 很虚幻 很空 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投资 它不存在降维打击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 一个手上拥有一百万现金 人民币的人 跟拥有一千万现金 人民币的人 他要移民的话 方向肯定不一样 就是说一百万 你肯定投资移民 你只能去一些小的国家 就是欧盟底下的一些很小的国家 还挺麻烦的 包括东南亚国家也挺麻烦的 也要花一些钱 也差不多要百万级的人民币 那一千万的话 他可能要去澳洲 加拿大 美国这个方向 也面临很多的问题 还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实际上拥有一千万现金的人 他是不会去东南亚国家的 他也不会去欧盟里面的小国 什么葡萄牙 希腊 这些他不会在考虑方圆内 他肯定只考虑西方的发达国家 所以他不存在说 我有一千万 我降维打击 我先来个东南亚 不会 他看不上东南亚 他看不上 同样的一个拥有一百万现金的人 他我们这些都是除了股票投资以外 他是不会说 我是不是他说还要通过旅游跟教育来提高眼界 这也是一个重大方向 但是他不会说这是重点 因为他能 如果说他的净值是靠自身奋斗来的话 靠自己打拼来的话 实际上他的眼界是足够开阔的 比如我很简单举个例子 一个开餐馆的人 如果他一年能挣到一百万 你觉得他的眼界跟思路会不会比一般一个打工的本科大学生差 不会 我可以跟大家说至少在某个层面上不会 比如说你一年的话你能够把营业额一家放店能做到一百万以上 那么你跟各种人打交道的机会会很多 那么你的情商在某些地方的话会比一般的一个本科生在打工的大学生眼界就不会差太多 所以说的话他实际上你说去旅游能够提高他很多吗 有时候未见得未必见得 所以说他对他来说我通过受一种教育去读学一门手艺或者说去全球旅行 提高我的眼界不会对他的本身的事业有多大帮助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事业的人 而他去从事一个教育跟教育也好 包括旅行也好 对他的眼界就算有提升对他本业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他本身就有一定的事业 而为什么一个十万块钱的人他要去进行一个旅游跟教育投资 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工薪阶层 他的钱跟他还没有自己的事业 当你通过学习一门技术或者说去更多的这种旅行 开阔了眼界之后 拓展了朋友圈之后 拥有一定程度的有意义的社交之后 他是可以慢慢去寻找一个自己事业方向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有梯度的 是有梯度的 这是其我的分析 第二种分析跟感觉就是什么 实际上在每一种我们在做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拓展 实际上真正说 我们既然不能降维打击就面临一个问题 你每一样 你在自己阶层里面的月升都要花大量的时间 每一个都要花大量时间 因为你一千万你不会去干一百万的事情 你一千万去进入加拿大跟澳洲 还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 不花时间跟精力的你又看不上 你自己不愿意降维打击 不是别人不愿意 是不是 不是别人不让你做 是你自己不愿意做 你愿意做的事情都是有困难的 比如说有一万块钱 平常上个班也没啥的是吧 家里有一个小朋友 看上去挺有缘的 实际上你给他钱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还时不时给他打个电话 最近学习成绩怎么样 有没有学校老师批评什么的 这你可能要花好多年的这种栽培 人家对你才会有感情 对吧 在你人生危难的时候 他可能才会在你身边 对不对 这是一种需要花时间的 比如说教育跟旅行一样 旅行的话 你说我抱个团 我去某个地方我抱个团花5000块钱 1万块钱抱个团 我抱10个团把10万块钱花出去 没用 你的自己先做攻略 对吧 你的很穷的自由行 你需要很强的人生体验 需要很多种 我一方面人文也要 自然环境也要 你要花大量的时间攻略要自己做 不是旅行社 帮你做完之后 我说我出去一趟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有收获 那见鬼了 那肯定要自己花时间 我觉得是这样 包括说 100万的移民也是这个样子 你也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说服以大量的时间是 100%是一个确定的事情 这就是痛苦所在 而不需要花时间的 你自己本身看不上 就这么一句话 这是前半部分 第二部分我看了一个 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一个报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说高净值人群 现在几个特点 第一个 它绝大多数是看好中国发展 这是来自于这份报告 他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跟进一步发展 这两方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海外配置只是一个辅助 但是仍然是在做 国内配置仍然是主流 国内为主 国外为辅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高净值的 这个几个我说的 这就是我自己本能比较认可的一个事情 大家自己评断分析 然后疫情之后 香港 这个是出乎我意料 就香港导致吸引力在提升 这个超出我意料 因为香港也在震荡 超出美英澳 重新成为首选地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高净值他们的财富来源是什么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大家的心里也有很多想法 但这个数据 他是说39.0%是来自于自己创办公司 他能够这么有钱 是因为他自己创办公司 但这里从长辈继承比例很低 只有7.6% 这个跟我们想法有点不一样 好 那我们继续看 那工资收入 包括劳务性收入 有21.9% 就是如果按他这么说来的话 好似乎一个人有钱还是要靠实力 就是一个你自己很有眼界 又有一定的条件 然后创办公司 你还能坐下来 这是让你成为一万富光 他这个高净值是指3000万 可投资3000万以上的 然后还有房产投资获利只占13.4% 这个比我们预想的要低 但这个排名第三 所以说排名前两个的超过50%的 是一个什么创办公司跟工资的劳务收入 就是你要么是企业高管 你本身靠拿工资就能拿到这个水平 或者说你本身创办的公司 自己的个人能力 就是这样 然后股票投资只有2.9% 那这过去几年可能确实是这个样子 还有其他投资获利是15.2% 这个很有意思 其他投资获利15.2% 这很高 比股票这一个大类还要高 这里可能其他投资 比如说包含比特币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的 这个迅速的财富集中的一个情况 其他投资获利 那这里我们重点分析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从他这里来讲的话 似乎房地产股票 包括继承财产都并不是财富的直接来源 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工作 比如工资劳务收入 以及创办公司这一块 然后还有最大的投资是房地产 房地产是容易让你越深的 财富越深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就是这方面 这几个三个大的方面 然后一个小的就是说 他们在这些特别高净值的男群 他的财务痛点主要是 这个宏观环境下的不确定性 这个是排名第一的 排名第二的是投资项目出现爆雷的现象 比如一些关键的一些投资出现爆雷的现象 然后还有一些无法判断合适的投资时机 就是这个机会成本比较大 这是排名前三的 第一个是大环境 宏观环境不确定 这我就说到 很多朋友可能最近知道有些地方的房价还在涨 比如说韩州有朋友说 他们那边有 你买到了就可能可以翻倍的这种情况 浮营账面浮营 当然这个就是不确定性 两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赚钱 就韩州的某个区块 在阿里的应该叫科技新城 在杭州的某个区块 这个我就不重点说 重点我说一个南宁 房价现在又在暴涨 说一个喝茶水费就得百万级别 甚至是最少是十几万 甚至是百万级别的情况 这里就是说房产始终还是有一些亮点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这就是宏观环境不确定性 你不知道说 比如说南宁这个房产 你买了之后 谁知道南宁未来能不能有很好的发展 我觉得的话 这个就是说之前涨的少了一点 但是南宁要想在远期上有大的发展 除非中国能有很好的国际环境 但就目前情况来说不会有 就台湾问题没有解决完 我觉得国内不会拥有很好的国际环境 就是你自己家是没解决完 你想在外面有大的好环境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来其实很容易理解 你包括跟朝鲜边境的地方 包括东盟十国所谓跟南宁比较近的地方 包括说这些跟日韩比较近的青岛这些地方 包括说我们前面提的成都 是不是说有机会跟缅甸 包括跟中亚地区建立一些联系 包括喀什能不能跟中亚地区 这些都没 我觉得眼前来说都是没有那么迅速能成为现实情况 就都比较难一点 好 我们这一总结一下 我们第一部分说了一下 其实在投资的时候 第一个是不会没有办法做降维攻击 降维打击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 你有一个财富不同阶层的人 他不愿意去做一个低阶的事情 就像一个亿万富翁 他不会跟一个千万级别的人做朋友 至少在就是酒漏朋友 就这种一般朋友 但你说望年交 你们在一起生一死别 那可以这种可以说是可以的 但正常情况下不是一个机械是不会玩不起来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自己也不愿意 这种我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百万一年能挣几百万一百万以上的人 他的眼界视野其实不太需要扩张 你就是他就是什么 他就光懂人情世故 你别看国内很多官员 他没出过国 不允许出国 然后你觉得他视野很低 不是的 他能精朗 他啥不知道 你别觉得他不放强 他就比你天天上YouTube落多少 没有 不是的 他的能量视野 思考问题的方式很强的 大多数方向都比一般能强 这个是我们不能低估的 所以说但是这又就说回来最大的一个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方向 既然没有办法降维 你在这个层面上面就得花时间 不管是什么方向 只要是你想投资的方向都要花时间 投资自己也是 投资项目也是 都得不断的跟进 再跟进这个事情 很麻烦 然后我们说了一个投资报告的事情 不是说了一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个 我看到一份报告跟大家分享 就他们的思考方式 他们的财富来源 财富来源主要还是靠自己的能力 就这个来说 就是39%还是来自于创办公司 然后靠工资收益 可能是一些公司的高管 他们是来也是来自于工资这些东西 真正投资 排名第一的是房地产投资 15% 那股票投资只有2.9 其他方面的投资倒是比例很高 15%左右 然后他们是怎么看中国的 绝大多数都是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 跟进一步发展 这个跟我的想法 目前的想法是差不多 比较高度契合的 那香港成为投资首选地 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报告是胡论 跟中信银行一块做的 这个高近 2020高净值人群需求白皮书 管理白皮书 我看了一下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些超高近值的人 还有一点 刚才没提到 补充一下 就他们一旦资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时候 他匹配金融资产的比例就会超过50% 如果来到一个亿的时候 就有65%的家庭的金融资产 会占60%以上 就10个人有6个人 这6个人里面他有60%的资产 是放在金融资产 比如说股票 债券 这些基金这些方面方面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钱越低的话 持有房产的可能性是越高的 但如果说你一旦说来到了一个亿 5000万就是一个分水龄 来到更高近值的时候 他基本上会有更多的这种金融资产 就是刚刚说的这些股票 这一类 好 我们1月11号 我们这个片段就聊到这里 OK 感谢大家收看